因为我是很习惯自学的 所以我就顺便讲一些我自学的屁包 就是你进去任何一个新的软体 我们通常都会先都摸摸西看看 看看它到底有哪些功能 所以我们就会看一下 每一个按钮都去给它按一下 原来这个是把功能表收起来的一个 好的一个功能 然后这个Canva就是回到首页 回到那个Canva的首页 那首页这边这也是回到首页 然后这边就发掘跟范本这边 它就有很多它的分类 它的分类 看你要处理照片图示功能下载 然后你稍微看一下 它有可以处理哪些东西 那不够的还有一个查看全部 然后范本呢 它有各式各样的范本 所以你稍微瞄一下 你其实就可以知道说 哇原来这个 它可以帮你 它可以提供的一些范本还真多 各式各样都有 那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的自己的运用情境 有哪些是可以在上面用 你就大概心里面会有一个底 好再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左边这边 左边这边呢 你看它还有首页范本 所以你点首页 它进到这个首页 这个就是你的首页 那你的首页除了上方会有一些它的范本的一个分类 分类 然后上面有一个搜寻bar 可以让你直接搜寻 用关键字去搜寻你想要的分类之外 然后你往下稍微拉一下 这边就会有最近设计过的范本 就是你最近设计的那个历程 就会放在这边 所以它也可以让你存取最近的档案 所以大概是 你的首页大概是这样的内容 好那你点到范本之后呢 这边就是它各式各样的范本 各式各样的范本 还有一些新的东西的介绍 然后左边就会出现类别 让你去做那个筛选 做筛选 然后再看一下专案 那专案就是你自己的资料夹 你的资料夹 所以你的所有的专案 这边就是最近的那个记录吧 然后你的资料夹 如果你有在上面开资料夹 这里是可以放资料夹的 那所以我们也会习惯说 在在这边去加新增资料夹 然后将你的那个档案就可以分类存放 将来找东西 东西多了之后找东西比较方便 然后你一些设计跟影像类的东西 这是左边上面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班级 这里有一个班级 那这个我倒是还没有试过 所以看起来像是 它可以就是开 开班级 分享那个老师的作品 范本 然后学生可以跟着创作 然后可以加一些 加学生 那至于学生就应该就不用 不用一定要注册 所以这个跟那个像 Tinker Care也有这样的功能 它可以开班 那个陈老师说 它可以直接授权给学生使用 所以你就像那个Tinker Care的一样 你就不用学生每一个都要去申请那个授权 不需要 老师这边就可以直接开 开给那个学生来用 然后这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你有Class的话就可以指派那个课堂作业 然后你的品牌就是你的商标Mark 假设你今天你班级有一个固定的Mark 你把它设计好放在这边 那以后你在做你的任何设计的时候 它是可以把这个Mark直接加上去 然后另外还有这一个 发掘应用程式 这边待会要麻烦各位就是 这蛮重要的有两个应用程式 我发现最好用的两个 一个叫做阴影 一个叫阴影 发掘应用程式里面 一个叫阴影 那这个是用在你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要在简报里面去 去放一些你剪贴的图表对不对 那有时候那个边边都是白色的你两张叠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看不出来这是两张 然后那个画面就是整个融合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要让他看出来这是两张图的话 我们通常会在那个图片上加阴影 这样有一点立体感觉区别那个两张图片叠在一起的状况 那另外一个最好用最好用 这无敌大家都称赞的功能就是这一个 这个叫背景移除 那他这个背景移除是他们的程式 他们的AI自己处理的 那我试过 就是他非常的聪明 几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图片 他都能够自己判断 哪些是你要的主角留下来 然后不要的他都把他当背景都把他镂空 就可以镂空 那所以这两个是我目前用的最多的 目前用最多 那他也可以把你的 你的云端硬碟给放进来 那所以如果你的Google啊 你的相簿啊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直接跟他做合并的 你的脸书之类的 然后另外他也有一些 出版那边有一些手翻书之类的 好 那其实这个Canva的后端 也有结合出版页 所以如果你做好的东西 你想要直接收到成品 事实上你可以在上面order 在上面订 那只是我不晓得Canva有没有国内 国内有没有合作的 所以你订到底是从台湾发货呢 还是从这个从国外发货我也不知道 那这个就有待各位去尝试 那我们等一下用的那个 今天会用一个要做建豪的出版网站 那个是国内最大的这个印刷厂商 那是在国内 所以我们会在这边准备好图片 然后到那个建豪那边去做那个要选择要做的东西 把图片给弄上去 然后然后去把付钱输出 好 那所以你大概看了一下你的你的这个Canva的整个页面 你就可以大概清楚说我们大概他提供了哪些功能 提供哪些功能 那背景移图功能 等一下我们 等一下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他也会在编辑影像那边出现 然后那个陈老师有贴了 有贴那个建立班级的功能的说明 好 各位可以参考了 那所以其实我们以前 以前有一段时间会在 会在学校国小会教非常好事 那其实我们现在也都希望他们改教Canva 国小要教到那个专业的美术素养 其实不容易不容易 那至少要教会学生有美感 那所以直接 当然如果学校有专业的美术老师那很好 但是通常很少 通常很少 那所以我们这些非专业美术的老师在教 教到关于美感的部分 我个人是建议 直接套用Canva这种 这种就是就很棒了 就非常棒了 因为不是每个学校都会有专业的美术老师 那个美术老师的美感跟我们的美感是不一样的 是那个 而且他们 就是我们很难去 我们非专业美术老师 很难去教那个美感的东西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那个FU 你不知道怎么教 那所以这是给各位的建议 好 那么我们就先来做第一个范例 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有做YouTube 对不对 有做那个YouTube的影片 好那我们就先来做一张YouTube影片的封面 那所以请各位点到范本这边 好不用好了 我们在上面直接搜寻 你在首页这边 这边会有各种各种各种内容 对不对 然后这边第一排 第一排这边会有什么资讯图表 贴文 现实动态 脸书A4文件 对不对 简报 群组工作等等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箭头 所以你可以往右边移动 他就可以看到各种分类 那我这边我自己最常用的就是简报 简报的版 简报的版 那你简报的版呢 其实跟 他是16比9的 这个解析度其实跟那个YouTube的封 封面页 就是YouTube那个影片的封面页大小是一样的 所以我自己是用这一个方式去 把那个图片 把那张简报做好 然后再下载图片 或者是用剪贴的方式 把图片剪起来去上传